防在她。王一博就采访被八字爆强文女生,与孔女名号大相径庭。 娱乐圈现在的顶级流量明星很多,像陈情令的两大男主肖战和王一博,就一直深受网友喜爱。 而近日,王一博的一段就采访再次被网友翻出,节目中更是自爆增强文女生,这段视频再次引发网友热议,毕竟人红是非多嘛。 现在关于偶像恋爱话题颇受粉丝们关注,讨论男性偶像如何与女孩相处,成为一门必修客。 11月8日,王一博一段关于B文女孩的旧采访视频引起了不少争议,不少网友在观看采访后产生了不好的印象。 强吻这个话题起因是宅,智慧因为极度对安清欢,做出了什么行为引起的? 在《人间智慧是清欢》中,王一博的角色吃醋了,直接把陈乔恩闭咚到墙上,在墙上狠狠地亲吻了一下。 强吻的结果是他被陈乔恩追打。 于是,主持人和王一博开始用强吻开始聊天,两人不停地说哇哦,哇哦来表示震惊。 王一博接着问主持人是否尝试过B文。 主人有点吃惊地回答道,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 随后主持人问王一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。 王一博回答也有也没有,然后问王一博是否是在年轻的时候。 王一博也说是也不是。 这两个答案都承认和不完全承认,这是非常模棱两可的。 主持人直接说B文是一个更令人相当兴奋的举动,王一博也确实直接说,嗯,是的,很酷。 主持人还是抚摸膝盖时有点惊讶。 从这个答案来看,王一博似乎有过B文的经历。 然而,当主持人试图询问B文是私下进行还是在哪里发生时,王一博开始挥手拒绝回答,表示不会继续这个话题。 这也是间接否认拍摄不是电影、电视剧拍摄的接吻剧,否则,直接回复拍摄现场就可以了。 很多网友看到王一博的采访都很困惑。 他们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。 主持人提问的句型可以直接用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回答。 王一博含糊其词的表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 王一博的酒漏于教育。 谈到B文,粉丝们眼里也有自己的判断。 他们认为恋爱是兴趣,不是恋爱或性骚扰,这是合理的。 异性之间亲密接触的程度必须以双方的意愿为基础。 单边攻击是强制性的,往往达不到影视剧的霸权总统效应。 相反,会让人觉得自己对女性不够尊重,如果过分,就会被视为不雅行为。 此外,王一博透露强吻的采访也与一直以来设立的怕女人相矛盾。 在天天向上节目中,每次王一博与女嘉宾有合作活动时,他都表现出对女孩不感兴趣的态度,这种态度很淡漠,并形成固定的干系。 久而久之,他成了一个怕女人的称号。 更何况,每当发生爱情丑闻,粉丝们都会以王一博怕女人为由澄清和驳斥谣言。 节目中的王一博和接吻不必惊讶。 为了达到节目效果,电视节目会选择重复剪辑的内容,为客人打造个性化的节目。